才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及所任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 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 为天为大为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忍于私人也。 既先苦其心智,劳其精补,恶其体肤,空伐其身,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仲仲仲,增乱其所不能。 道大道无形,生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明。 将降万物,无不知其名,向明曰道。 新静今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日记事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是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我们会高庆的说天底昭昭老天有点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存在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合为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 那么,我们更加剑的n则,当和 Skull健康的电波相关的就可以。 你在这些游戏里面,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人造成的高兴利缘业里面。 在这些 glass上也有些显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